Hello 筆記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澳洲有一個70歲的老虎 重回這個校園 圓夢獲得文學士 這件事 筆記道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因為書隨時都可以讀 天天都可以追求知識 你回大學也可以 去哪裡也可以 天天去圖書館也可以 賣書也可以 上網看多些資料也可以 最重要是不斷充實自己 但是面對很多問題 你不要以為差10歲老虎 有心就真的不怕遲 澳洲有一名70歲的婦人 她出身比較寒微 當時是貧困的 儘管自有 希望成為一位教師 卻為了繼續生計 家裡沒有辦法給她讀大學 所以她就放棄了讀中學的念頭 聽清楚 為了維持生計 不得不放棄入讀中學的念頭 中學都沒有讀過 從12歲開始就到製衣工廠打工 賺錢 為了養家戶口 她從未忘記理想 在五年前 即是換句話說 2018年 她就在昆士蘭省陽光海岸大學 收讀文學學士學位 近日成功獲得畢業 70歲的Sharon 小學的時候 就已經 現在學習了 當時更夢想長大 可以成為一位歷史和地理科的教師 但是父母就沒有辦法 負擔她的校服費 教學費 其他的費用 所以她就連中學都沒有讀過 她就被迫絕學 她都承認自己總有一天會讀大學 但是結婚了之後 就跟她的丈夫 沙頓一起在昆士蘭 西部一個牧場 做了很多年 又要撫養孩兒 只有再一次 各自自己的夢想 Sharon退休之後 終於如願以上 在大學公讀兼讀學士學位 主修英語和副修歷史 和原居民的研究 她表示 當時對學術寫作一無所知 但是堅持 嘗試挑戰自己能否應付大學 雖然過程遇到很多問題 例如應用電腦 製作報表 做PowerPoint 校內互聯網交功課 她開始的時候 完全不適應都不知道做什麼 不過她努力克服 並在多個科目中取得成績 Sharon表示 在填寫畢業表格時 真的留下了 很流眼淚 對於多年夢想 終於成真而感到興奮和自豪 她指任何 考慮進修的人 都應該勇於嘗試 永遠不會太遲 只要你今天起步都可以 幼青學校環境和氣氛非常好 她很高興 和年輕人可以打成一片 她也很喜歡 傾聽 聽其他同學的想法 她目前還準備再讀書 但是要 她老公先同意 年輕的時間 給你看看 她兩夫妻 有點反光 不要緊 好了 年輕的時候 都是黑白照 都漂亮的 看到嗎 當然 幾十年前 有張照片 都有點懵懵 沒問題 北基道一向都覺得 你只要投資未來就可以了 你只要覺得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比今天好 你只會去想這些計劃 你沒有想過計劃 明天都是這樣 只要有計劃 未死都沒有問題 你還有很多事還未做 還有很多心願未了 大家不妨去想想 嘗試一下努力 北基道現在都在努力 努力什麼 努力影響別人 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還有我不斷都在學習 很多事我都不懂 不過 只要自己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就嘗試一下 但是 正面一點去想 你一向都覺得自己 啊 我天之中運 我很有壓力 我這個 一定可以創造傳奇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這些是加油的其中一些元素 很多人不潑你冷水 我從一個粉絲都沒有慢慢 到現在 1400個訂閱 有1400個粉絲 訂閱我的頻道 很開心的 幾個月而已 但是這樣又怎樣 我希望 14萬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做到 但是 只要堅持 總有一天可能做到的 但是 只要你覺得自己在做的事 自己開心 又會滿足自己的內心心處 又可以幫到別人 幫人? 你這樣有幫人嗎? 畢竟不是的 我說的那些全部都是大道理 不過 不知道你收得多少 聽到多少 大家都繼續努力加油 支持畢竟 點贊訂閱 如果有興趣的 參加我的會員 我會放多一些片 是會員才可以分享的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畢竟 在這裏